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有民必答的環節 這節嘉賓請來郭Sir 替我們解答股票問題 郭Sir你好 你好 郭Sir,剛才有消息 見到明年的時間 中電及廣東會減電費百分之 對於一大班香港市民來說 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但對於他們股份的投資者來說 是否就是壞消息 這樣說法 其實現在燃油價格一直停下跌 氣價亦停下跌 資源價格持續下跌 的確電費是有下調的空間 這是回饋給香港市民 其實環球的資源 都是因為耗用量越來越少 變成未來的資源價格 很大機會都會比較低迷 我覺得如果以公共業務來看 它的資源價格只要保持一個百分比 問題就不太大 因為它不太受到經濟盛需的周期所影響 我們不要看這則新聞 我們首先要看 天氣熱的時間要開冷氣 天氣冷的時間要開暖氣 晚上要開燈 你全部都要用電 這是生活必需品 只不過如果電費的價格是比較高 公司賺多些錢 股東當然會開心一點 但反過來你作為股東 你也是香港股市民 你一樣是希望電費能夠 著量減少 從而生活自己的質素 能夠因而提升 因為最低限度 你省到電費 你可以將資金或錢 用在其他方面消費 我想這方面會比較顯絕 相反來說 一個這麼大的集團 如果減價之後 就算利潤有略為收勢 其實影響也不會太大 不過 到最後針就沒有兩頭 你要一間公共公司賺很多很多錢 即是公共收費一定要很多 如果是這樣 民生又會受壓 因為在經濟畢竟的時間 大家都希望水費又減少 電費又減少 那樣減少 大家渡過一個難關 所以我不覺得 對股價會帶來太負面影響 相反來說 如果股市一直持續低迷下去 市場避險情緒持續升溫的話 公共業務相關的股份 就算受到大市氣氛所累也要跌得好 但跌幅一定是比較小的 最重要是他們的業務其實不太受到經濟成衰的周期所影響 舉個例子 例如中電 港電 港燈和中電 還有地鐵 這些 煤氣都是生活息息相關的 每天你都會用到 只不過 股市好的時間 他們的步伐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他們不會有爆炸性的收入 除非一些 資產被收購 或者買一些物業 有一個特別的現金回來 可能會派特別現金紅利 就會有一段短時期 股價稍為略為衝高 但在一般情況下都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在升市的時間 他們的步伐 是會較其他為慢的 好像資源有價 資源股升的時間 順道到公用股 公用股的時候 氛圍會下跌 因為 原材料貴 如果電費不能加的話 就是邊際利用被削弱 反過來 資源價格下跌 人們會要求資源跌下來 你的電費應該收便宜一點 簡單來說 收益是穩定 但不會有很大的爆炸性 或者在未來一個季度 由於市況不明 其實市場存在很多不明因素 機構性投資者 有些比較保守的投資 他真的會優先選擇一些Risk 或者一些公共業務相關的股份 作為一個比較中線的投資 當中包括一些基建相關的股份 但整體來說 如果大部份基金 都是傾向於 這方面的投資的取向 表示他們對 股市的前景的看法 都是略大保守 因為如果是進取營的 當然是買全公營的股份 既然全公營的股份 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 出現逆轉的時間 作為基金經理的投資一定傾向於保守 簡單來說 如果真的減電費 對兩電的股價 是會受少少影響的 會帶來某程度上的影響 但不會太多 不會太大 最低限度 其他相關的股份 例如鋼材股 水泥股 石油股等等 因為油價下跌 鋼材產能過剩 水泥產能過剩 煤炭股更加不用說了 那些收益前景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相反公用股 其實收益還是比較穩定 所以未來一段時期 這個板塊是會略為跑贏大市 不過講清楚 如果指數真的進一步向下走 或者持續尋找中期的跌狼的狼底的話 任何股份都要跌 不過就是 公用業 公共相關的股份 股價跌的幅度會少一些 相對其他來說 當然會多一些 郭Sir 但是未來美國聯儲局那邊 加息似乎勢在必行 無論通脹情況是怎樣 都好 他們都不是想加息 壓一個通脹 是防範資產泡沫的危機 加息的話 很多投資者 買2638的時候 都會考慮到 股息率很吸引 6厘的水平 會不會對他的吸引力 會大減呢 那就要看了 美國加息加多少 如果元邦基金利率 現在是0到0.25厘 好了 市場普遍認為加4分1利息 我就當你4分1利息 0.25到0.5厘 在這樣的加息之後 你說儲蓄存款的息率會有多少呢 我相信沒有太大變化 因為環球根本上不缺錢 包括美國量化貨幣 沒有收到 歐洲很大機會進一步量化 日本亦如是 甚至乎 中央政府亦通過 下條銀行準備金 減息等等 去刺激經濟 如果美國正式啟動 上條聯邦基金利率 0.25厘的話 存款的息率也不會有變 不過貸款息率會否變 我不知道 但存款息率 我相信不會有驚喜 即是說 拿著一些錢 如果你作一個 比較穩定的投資 你放在銀行 有一樣東西可以做得到 你是補到一半 但無論怎樣都好 你都會跑輸通脹 因為通脹小極都兩三個percent 你一定是跑輸的 至於你說買公用股 我覺得 問題就應該不是那麼大 或者簡單來說 作一部分的資金投放下去 我相信應該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回報 不過短期的股價升跌 你千萬不要介意 聽聽電話先 電話旁邊有位關先生 想問一問股票問題 關先生你好 你好 我之前買了一隻 072 是不是抽了的 是的 抽了 一直想 我都補了幾次倉 但還是自今想問 郭sir 怎麼看 好 你招股價 兩個06買回來 是 沒錯 好 兩個06買的聯合衣務 722 他是由創辦人 鄭宇彤 女婿 宣耀江創辦的聯合衣務 掛牌的時候已經漲水 今天股價是1.4 今天雖然靠穩 但都曾創過新低 1.33 郭sir 兩個06抽回來 保留了幾次倉 建議有什麼部署給他 真的沒有太多建議給你 因為 2.6元 一開出來最高最高的口價 都是1997 即是說 已經漲了水 那一刻如果理性一點 我中多少也好 不對板 我一毛幾先 我輸了就算了 因為 很多新股上市 不是馬上有錢賺的 有些 輕輕給你 收拾一點手續費 不用怎麼輸 好像中國再保險 2.7元的招股價 現在一樣跌了下來 有不少 數得出很多 但問題就是 作為投資者 我申請新股 他的業務前景 無論你怎樣說 最重要是 股價 第一天的表現 對我來說是否重要 如果純粹是短炒 開出來2.3 2.4 很開心 賺2.3元走 反過來 輸了1號多分 你也應該下車 之後一直跌 拿著舊貨就橫好 為了股價跌下來 深有不分 我不溝一些 反彈的時間 很難見家鄉 交多住 我問問你 如果股價好像現在 一路一路下跌 最低到1.35元 今天最低見1.33元 逐沉低位 相對照股價2.06元 已經沒有30% 如果因為跌了1號多分 不捨得走 而 按內不住 這樣一路跌一路溝 到最後損失是誰 一定是自己 不用說 因為 一隻新股上市的時間 很大程度上看兩件事 一般來說看兩件事 第一 看定價進不進取 如果定價不是太進取 有一個空間在市場上走 大家會開心 但如果 定價比較進取 那就麻煩一點 第二件事 都要看市場的大氣候移症 如果這隻股份在今年4月份推出來的話 開出來可能已經2.5元2.6元 但現在這一分鐘絕對不是這回事 市是在市底 加上市一直在市底 已經是 氣氛不相就 如果你抽到的時間 你都不懂得下車 自己技術上真的犯錯 現在就沒辦法 因為最低到1.33元 現在推上1.4元 我希望能夠上1.67元 輸小當年就逐步逐步減榜 30%的下跌 其實這個殺傷力是大得很重要的 好 看看6.7元的時候 忍痛離場 多謝郭老師你的分析 和你做新報 剛才說過股份清明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 好 休息一會 回到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給我們 或者是電郵給我們